據英國《泰雲時報》的報導 正在參選下屆英國首相的外相卓慧斯 再次表達了對中共的強硬立場 承諾如果成為下任首相 將重塑外交的政策 據卓慧斯的盟友透露 屆時英國將首次將中共提升到 與俄羅斯類似的地位 被定義為嚴重威脅 即可能對國家安全帶來風險的系統性競爭者 《泰雲時報》今年7月曾報導 卓慧斯的對手前財政大臣辛偉成 傾向與北京簽署貿易協議 令英國成為中國企業的首選市場 而卓慧斯就會優先考慮國家安全 而非經濟合作 中共對香港民主運動的鎮壓 和對新疆維吾爾族人實行種族滅絕 是導致卓慧斯對中共趨於強硬的主要原因 而作為外交大臣 卓慧斯在去年9月 簽署了美英澳核潛艇軍事協議 通過向澳洲提供建造核潛艇的技術 去揭指中共在印太的擴張 卓慧斯的競選團隊表示 作為首相 他將繼續對中共採取鷹派的立場 有位於主義拍檢造核潛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